各位朋友,欢迎您来到如歌的新版节目现场 我是应惠,李应惠 蒋老师呢,本来是应该来这里主持节目的 但是因为他在美国处理明年 希望在美国开一场演奏会 就是蒋卫水基金会 他们明年希望在美国有一个破晓叫想取的演出 那么他现在正在美国忙着筹备当中 那么因为事情呢,比较多 所以有回国的时间有一些延误 所以呢,他就希望我来帮他代理这个节目 让我来替他陪伴各位朋友在度过一个礼拜的时光 那上个礼拜呢,谈了很多我的木书心情 我想这个礼拜我们来休息一下 我们来换一个主题 那么朋友们都知道我木书 那我木书里面最想分享的其实是这些心情 还有呢,其实就是我因为这样呢,看了很多的好书 我一直很想有一个机会呢,分享这些好书给朋友们 不然都是我在家里自己独享 真是有点可惜了 那也很谢谢蒋老师不在的时候给我这样的机会 让我终于有一个时间把这些书籍整理出来 然后透过广播的方式跟您谈谈我所看到的一些好书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绘本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绘本是小朋友看的呢? 我今天已经是成人了 绘本大概不适合我了 其实不然哦,绘本呢 这这么些年来在我们台湾很流行很风行 那其实这是一个好现象哦 因为绘本呢,它是图与文字是并重的哦 不是只有文字而已哦 那阅读呢,随着时代的转变 它也已经慢慢的扩大了很多的方向 比方有的人认为视觉也是一种阅读嘛 旅行也是一种阅读 摄影也是一种阅读 绘画也是一种阅读 任何一个方式都可以导向阅读 这的确是的哦 那么当然呢,最基本的还是文字的阅读 文字的阅读还是有它不同的力量哦 是因为文字里面呢 我常讲文字里面呢 它因为要看的时候 它必须要上下文字的搜寻 所以它必须要看懂它的意思 它才走得下去 那我有个朋友 他很年轻的时候 他小的时候 就因为天才儿童 所以他就送到国外去 所以他的外国语文呢 比他的台湾母语更母语 那所以他在读中文的时候呢 所以他以前知道我在目书 他很支持 那他会问我一句话说 我看书看得好慢哦 为什么你会看得那么快呢 那尤其他看我在做图书分的的时候 速度非常的快 那他说为什么呢 后来我就帮他想想 那当然我们可以理解 因为他十几岁就去了 那他的中文基础可能没有打得很深 他就出去了 所以他变成外国的语文 变得像他的母语一样 中文呢 他反而觉得很吃力 尤其他 比方说他写文字的时候 他常常会想不出来用什么文字 会有这个困扰 所以他在阅读的时候呢 他也会觉得很慢这样 那后来我就给他做一个建议 我说你读书的时候 不要先去读类似理论的书籍 理论的书籍呢 用字都比较深一点 深刻一点 因为他要 他要表达一个是比较深刻的概念嘛 概念的部分用文字比较困难 我说你呢读读小说吧 小说有对话 就像你看两个人在讲话一样 那你你比较知道他的意思 你就读得下去 那慢慢意思懂了呢 理解力就高了 就很快就下去了 这是我给他的建议 那最近有一些老师也会 因为推动阅读关系 也会跟我做一个分享 他们说现在很多的孩子的数学不好 不是因为算术不好 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算 而是他的题目看不懂 因为题目 比方说这个笼子里面 关了几只兔子 几只什么 那总共有几只脚 他看不懂 他不能理解 所以他算不出来 并不是他不知道 那个加法是怎么加 所以阅读可以提高理解力 这也是我们推动阅读的原因 那通常阅读好的孩子 他在很多其他的科目方面 他也一定是很理想的 那我们来谈谈 我们今天要谈的绘本 那么我也把绘本带到节目现场 因为我觉得我要看着绘本讲 才能够就像跟你在对面弹性一样 才有那个感觉 我觉得绘本 他传递给我直接的感觉 我可以透过我们的录音 让你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绘本 是很特别的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本用摄影来组合成的绘本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绘本 都是用画的 对不对 那可是呢 这个绘本是用摄影的作品 去把它组合成一个故事 那这个作者呢 是一对夫妇 这对夫妇 他们就一直在做 那个自然生态的一个摄影 那我想他们很有机会 到森林里面 到园野里面 去拍很多的动物 他们的照片 比如说鹿啊 或者是各种小昆虫啊 小鸟这样 那么我觉得很佩服他们的 就是他们可以把它组成一个故事 那我要分享的第一个故事 叫森林里的陌生人 那森林里面来的一个陌生人 那这个封面 一开始就有两只鹿 那我当然了 要跟这个作者一样 要先卖个关子 不能告诉你陌生人是谁了 对不对 我一定要先告诉你说 森林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啊 哎呀 我一翻开这个书呢 在这个内液里面呢 就是一片的雪景 所以这是一个冬天 那小鹿呢 就冒出来了 小鹿出来做什么呢 因为他发现了森林里面 来了一个陌生人 那还有谁发现呢 好 我试着念一段他的文字 因为绘本里面不仅是图画要好 其实他的文字要很精炼 因为如果他都是文字 那就变成小说就好了嘛 好 请你竖起耳朵听听哦 他说 雪花在冰冷的空气里 旋转 飞舞了一整夜 终于停下来休息 森林里每一根树枝 都披上白亮亮的新外套 黎明悄悄走进森林 轻轻打个喝欠 阳光便渐渐洒在 覆盖着白雪的草地上 鸟儿们最先发现 发现什么呢 你有没有听到 刚才我念的这一段呢 就把他的场景呢 全部都呈现出来了 那么我觉得他的文字也很美 就像诗一样 所以读绘本呢 就像欣赏一个文字 跟画图作品一样 很多的书呢 他号称绘本 我说号称是因为 我觉得他不是绘本 他其实是图画书 绘本绝对不是为文字配图 也不是图来 就是以图为中心 文字来搭配他 不是 他们是独立的 他们是可以单读文字欣赏 也单读图画欣赏 那他们合在一起的时候 是相得一张相辅相成的 所以绘本呢 可以看也可以读 所以呢 我今天在这里呢 也试着朗诵几段里面的文字 来跟朋友们分享 那当然了 我们也很感谢这个翻译 也觉得翻译得很好 好 谁先发现陌生人呢 当然是小鹿了 小鹿就说 森林里有个陌生人 所以呢 各种主角都要上场了 第一个上场的是贯蓝鸭 他从高高的像素上面 发出一个警告 然后呢 鹿妈妈就问他的小鹿说 诶 你听到贯蓝鸭的话了吗 小鹿说 我听到了啊 他说我一直在听 听鸟叫 听树林的风声 听树苑 嘻嘻嘻嘻 所有森林里的声音 朋友们 你听到这里 有没有发现 你进到一个森林里面了 森林里面呢 有什么 有好多的声音咯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森林里面还有谁 哇 还有猫头鹰 猫头鹰也出现了 他说猫头鹰在问说 陌生人在哪里 在哪里 然后谁回答他了 野鸽子回答他了 哇 已经有四五个角色都上场了耶 鸽子在苹果树后面说 诶 那个陌生人在苹果树的后面 沿着雪地上的脚印 经过了池塘 到草地边 他说不远 也不远 陌生人来了 哇 朋友们 我真希望你可以发现这本书 因为每一页里面 每一张摄影作品 都有个惊奇的发现 好 猫头鹰呢 他也发现了陌生人 然后呢 谁回答他呢 他问的时候 摄像鼠就一边吃东西 一边跟他说 他说一大早啊 天空还没有露出一道曙光 我就已经在这里了 没有牧师人来这里 没有人经过我的池塘 摄像鼠说 他没有发现呢 公路说 我在冬夜的月光下 沿着雪地上的脚印走过 我确定 昨晚他不在这里 公路出场了 所谓的公路不是路 是那个动物的路 不是我们说的马路 那这么多的动物 他们穿过雪茫茫的森林 来到草地边上 摄像鼠呢 就说 哎 他在哪里 他在哪里 你们看见他呢吗 就有人回答 松鼠说 我看见了 我看见 我看见他了 好 那么应该过去看看啊 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走到这里 故事走到这里 你有没有觉得说 你在森林里面 你发现你的周边 有好多的朋友 有猫头鹰 有公路 母路 小路 还有摄像鼠 还有猫头鹰 还有鸽子 他们全部在你的周围 这就像一个舞台一样 所有的角色都快要出场了 所有的角色都真的在跟你说 他发现了陌生人 他怎么样发现呢 这个 这个 中击呢 那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很好奇 到底陌生人是谁呢 哇 又有一个新角色出场了 就是豪猪 豪猪说 不要盯着我看 我不是陌生人 我啃啃啃 啃鹿角就够我忙的了 然后豪猪出现之后 还会不会有什么新朋友出来 哎呀 还有耶 还有个兔子 兔子说 我好害怕 我不要去 不要不要不要 你不要叫我去 那这个陌生人在看我吗 所以每个角色都在说话 我常常想 如果我们有一群朋友在这里 那么我一定要分配他 每一个人一个角色 每一个人扮演一个动物 那让每一个人的声音 代表不同动物的声音 那么这个故事念起来 就会更精彩了 好 那小白兔出现了 山雀也出来了 山雀说 我去我去 我是山雀 我第一个去 好 那大家都抢着去 小老鼠也抢着去 它说我个子最小 我可以很快地逃走 所以我去 我会在雪地下挖一条隧道 只有我能钻过去 去看得更仔细 小老鼠是最会 静悄悄来来去去的 然后呢 又有个动物抢着要去 小鹿会说 让我去 让我去 好 我做得到 我一定做得到 所有的动物都抢着去 好 连最年轻 最高大的公路也说 我是最强大呀 应该第一个我去 好 红雀又喊着说 我会飞 我比较快 我跑起来像闪电 而且 那个 我的速度很快的 我是红色的 好 我应该 要先去才对 所以呢 故事进行到这边 朋友们 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舞台剧 前面是角色一个个出场 中间呢 是这个故事里面呢 最热闹的时候 因为每个人都在说话 每个人都抢着要出去 好 好 结果你知道吗 这个森林里的陌生人是谁呢 不晓得 从刚才的 我这些 隐言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 得到一点蛛丝马迹 这是一个冬季 对不对 所以呢其实这个陌生人是谁呢 是一个雪人 雪人才是这个森林里的陌生人 所以他们会看到他的足迹 好 那结果动物们发现了陌生人之后 你知道吗 还有意外的惊喜 因为他们发现雪人的帽子上面 还有坚果和种子 好 他的鼻子呢 是用红萝卜做的 他的眼睛 他的嘴巴都是用坚果做的 啊 结果动物人发现说 原来他们很害怕 他们觉得这个陌生人很可怕 就没有想到陌生人很友善 因为有种子吃 然后呢 甚至他们把红萝卜也把它咬掉了 那公路把陌生人的那个红萝卜咬掉 他们发现这个陌生人真是和善了 因为他不会说话 当然了 雪人是不会说话的嘛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雪人是谁做的 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生在这里 对不对 他也不会无缘无故的 有种子在他的帽子上面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个场景呢 就移到一个东青树的后面 原来啊 有两个小朋友躲在后面 一个哥哥 一个妹妹 妹妹就小声的说 哎 他们吃光光了 他们连胡萝卜的鼻子也吃掉了 好 那哥哥就说 哎呀 那我们趁他放回来之前 我们再多放一些种子和玉米吧 好 他们永远不会知道 我们来过这里耶 好 这些动物不会知道的 妹妹就问哥哥说 那我们还要喂他们多久啊 哥哥就说 很久很久 直到雪消失了 雪人融化了 直到青蛙开始唱歌 树上又长出新叶子 好 我想他们最喜欢吃胡萝卜 所以这个故事呢 就在于两个兄妹 再重新把胡萝卜补上去 把种子坚果玉米 补在那个帽子上面的场景之后呢 好 然后两个人呢 带着小小的雪橇 离开这个森林 这个画面呢 才真的结束 所以森林里的陌生人 其实就是这两兄妹 对着雪人 他们用这个方式来交新朋友 好 那你听的这个故事呢 是不是跟我一样 也很想到那个森林里面去呢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到河里面去